小鹏下半年最重要的一款产品 也是小鹏Mona系列的首款产品M03 它终于是亮相了 首先来看产品定位 M03是一款纯电仙背轿车 它的车身尺寸跟特斯拉的Model 3是比较接近的 它的长宽高分别是4780x1896x1445毫米 轴距则是2815毫米 首先我个人认为这款车的几大卖点 比如说质架 能耗 空间 包括颜值等等 今天这个视频因为仅限于外观实派 所以我们先从外观看起 我们眼前的这辆M03采用的是新耀兰的车漆涂装 第一眼看去M03低趴的姿态还是比较明显的 这是因为它的宽高比达到了1比3.1 车越宽越矮 运动气息就更加明显 再来看大灯 这个是辨识度比较高的地方 小盆称之为010大灯 因为你从上往下看你会发现 这分别就是一个0 一个1和一个0的组合 车头的下方是一个外置的主动式格栅 相比其他内置车型 它的降低风阻方面的效果就更加的显著 来到侧面可以看到它的前挡倾斜角度是比较大的 达到了63.4度 轮毂方面则分别有19英寸和18英寸两种选择 但我们今天实派车型采用的是一个19英寸的轮毂 车尾同样采用了010样式的尾灯与车头相呼应 尾箱盖有一些轻微的隆起 形成了一个自然的小压尾 而在C柱的两侧也有一个小小的扰流尾翼 然后之前我已经说到了M03是一款仙背轿车 所以这个仙背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得益于仙背的好处 它的尾门的开启角度就非常的大 不过今天因为不能透露内饰的画面 所以今天我们只能从侧面去欣赏 我在这里可以先跟大家透露一下 它的后备箱的空间真的非常大 尤其是它的横向的最大宽度达到了1136毫米 另外它的容积也达到了惊人的621升 这基本上已经是一些中大型SUV的后备箱的容积尺寸了 聊完了设计和后备箱的空间 我们来说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数字 就是这个M03它的风阻系数 仅仅0.194 是目前全球量产的纯电仙背车型里面 风阻系数最小的 它总共优化了15个风阻项目 可以带来超过60公里的续航提升 目前已知的M03将会拥有140千瓦和160千瓦 两种不同的动力 在续航方面分别是515公里和620公里 另外0.194的超低风阻 加上它的准备质量也只有1661公斤和1739公斤 所以盲猜一下M03在电行方面 会达到一个极低的这么一个新的记录 最后小鹏猫的M03在自驾 自舱方面应该也会有不小的优势 自驾方面它采用的是一个纯视觉的方案 那么基于小鹏现有的这个自驾的水平 我们也有理由相信M03在20万以下的纯电车型里面 这个自驾水平也会成为一个标杆车型 说到价格呢 我们不妨来猜一下M03 它最终的定价会是多少 现在已知的是 它的售价应该会是在20万元以下 大概率它的起售价就会是在15万元左右 那么我个人猜测呢 可能会是在159800的样子 那么如果是159800的话 你们会去买小鹏猫娜M03吗 好 这就是今天关于小鹏猫娜M03 主要在外观方面的一些静态的分享 欢迎关注我们 一起期待M03更多的信息 拜拜